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 这次的碧基台风 它的环流以及东北季风的共伴效应影响 所以食雨量高达180毫里以上 造成了苏澳地区严重的水患 加上土石流 尤其是通车已经78年的苏澳公路 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所以更加推动了苏澳改这个计划的执行 我们的交通部毛部长 在这一次的风灾雨灾 特别强调将来台湾的交通 应该要以铁路为主 公路为辅 因为台湾的环境跟气候的关系 特别强到这一点 所以本期就今天就以加速推动 东部铁路提速计划 我们把这个主题来呼应我们毛部长的这个谈话 邀请我们的行政院跟交通部 赶快来推动东部铁路提速计划 这是我们马总统在爱台十二建设里面有关建构台湾交通网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么这个提速计划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路段 就是北宜直线铁路 北宜直线铁路从台北到宜蘭只要三十五分钟 本来这个案已经顺利推动 但是九十五年七月环平没有通过 不过他的结论有一个附带 可以另外找替代路线来推动这个北宜直线铁路 所以本期呢又争取了一千三百万的路线重新规划经费 现在呢已经完成了可行性评估的期末报告 只要交通部审查通过就可以进入正式的环平 环平一通过 鉴请我们的政府能够实时进入计划来兴建北宜直线铁路 那么从台北到宜蘭少一个小时 同样的到花莲到台东也是减少一个小时 这是一条真正平安而又快速的回家的一条道路 那么铁路的运输啊 安全而且呢不会delay 变成它的运输量很大 万一碰到天后不良 它的损害也可以降低到最少 所以本期特别呼吁加速来推动铁路 东部铁路提速计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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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